猶豫再三 下禮拜會工山了啦 下禮拜沒有菜喔 周日早上七點 趁雨還沒下 民眾起了個大早 來冰江市場備貨防台 蘇拉前腳剛走 海葵又來洗高山高麗菜 跟著漲價 油比較貴啊 但買得下早 可以啊 台風天想說買一買趕快回去 早出一點啦 早出要煮 煮飯總是要配菜啦 菜價貴桑桑 民眾錢變好搏 高麗菜從本來一斤四十元 飆漲到一斤七十三元 老闆菜價不用寫的 掛上問老闆牌子 讓消費者問了再決定 上個禮拜前那個台風啦 還有那個山區 有一些路不通啦 土石流淹沒 所以這個這一檔期 本來高麗菜要出的貨 已經都是都斷掉 沒辦法接得上 果菜價反映農民預期心理 其中牛番茄 從本來一斤四十元 上漲到一斤八十元 另外苦瓜同樣翻倍漲 茄子也從一斤三十元 變成一斤七十元 因為番茄產地有受到影響 對 因為氣候有關係 之前是因為颱風啦 然後有一些農損 對 所以影響會比較多 當然季節也有關係 因為他們是冬季的蔬菜 對 下氣產量會比較少 所以相對比較貴 其他業菜類 菜價落在一斤三十元 相對比較平穩 但業者提醒民眾 下週二菜價還會有波動 如果有變化的話 可能會落在於禮拜二 禮拜三以後 會比較明顯 為了平穩菜價 台北農產公司六號到十號 將市出約五十點二公噸的平價蔬菜 撲獲到超市通路 農業部也預估菜價 恐怕要等到九月中才會回穩 三十七萬龜山路配與台北